已经知道A向量跟B向量长这样 然后他跟我们说AB向量的长度相等方向相同 长度相等方向又相同 所以基本上他们两个是不是就是长得一样 所以就是A向量等于B向量 好来 那A向量等于B向量就代表X分量要相等 所以2X加Y就会等于5 然后Y分量也会相等 所以X-3Y会等于-1 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做连例 来这边第二次乘两倍 好的 上面减下面 所以Y减掉-6Y就变7Y 5减掉-2所以就变7 所以Y就等于1 再丢回来 这一次 所以X-3Y就是X-3等于-1 对X-3等于-1 所以X就等于2 好 最后 X加Y 就等于3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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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